作家周国平说,在一个安静的位置上,去看世界的热闹。 有个人,想要和师父学点茶,但他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。 师父对他说,该教的,我都教给你了,你每天在茶桌前静坐,坐到心无杂念了,再开始点茶也不迟。 心乱,坐立不安,陷入恐惧中,心静,波澜不惊,灵魂舒缓了。 大多数记忆的学习都在于一个,静字。 有一段时间,毕加索每天都抽时间画同一组静物。 当时,他的朋友经常去画室拜访他,终于有一天忍不住问毕加索, 我每次来画室都看你在画同一幅画,你都不感到厌倦吗? 毕加索回答,怎么会厌倦呢?每个钟头都有新的光线,晴天和雨天也会影响作画的效果, 对我来说,每幅画都是一幅新的作品。 很显然,毕加索不仅仅是在画一幅画,更是在修炼自己的定力。 有句话叫做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绿,绿而后能得。 无论外界有多少压力,你要从容不迫,它是努力,终会有收获。 人这一辈子,走过山山水水,挨过风霜雨雪,褪去一身浮躁, 留下内心清静,变得无比丰富与庄重。